你好 今天我會教你如何在Blitz Report中使用布局模板 我們先通過這個Excel图表打開一個Blitz Report表單 讓我們運行我們的AR路徑到發票報告 現在我在沒有模板的情況下運行它 第一個字端是報告名稱 第二個字端是模板名稱 當你沒有使用模板運行式 報告只是簡單的包含報告的所有列 第一型固定自動篩選一設置 現在在這個屏幕上 第二個字端是模板名稱 你可以選擇一個現有的模板 或者創建一個新模板 所以我們奠記新的模板按鈕 然後就讓我們的模板屏幕就打開了 就是在這個屏幕上 我們可以選擇希望看到的列 魔人情況下 所有列都被選中 但我們可以 比如說 我們只想看到特定的列如此這樣 你可以雙擊或者也可以點擊按鈕 你還可以使用Shift和Control鍵來 搞兩朵個性 然後可以使用這個尖頭鍵 如果你想上下一動列或者 批量選擇它們 你可以這樣做 下次運行報告是 它會打開一個 只包含 所選列的文件 如此 這裡好像要設一個小技巧 如果你想把所有列列表移動到 一個特定位置 你不需要點擊 使此向上鍵頭鍵 你只需輸入新的位置 便好 比如說 現在位置1 然後它們都向上移動了 那這就是列選擇 你也可以在這裡使用 聚合功能 如果你有一個非常大的數據集 你可以預先 取合數據 並可以定義排序順序等等 那你可以在這裡使用分页功能 所以呢 如果你是用分页功能 這意味著 我們在這裡做個測試 設定為交易類別 意思是如果 我們在交易類別上 設置分页 輸出文件 將會有 不同的工作表現 是 每個交易類別的字 現在它有打開了 你在Excel中看到 我們現在有一個 針對巨幅的工作表 一個針對信用背網路的 等等 一個針對擔保的 所以每個交易類別 都有不同的工作表 那最後我們還有 我們的參數工作表 提供報告的 升級跟中 在這個屏幕上 通常 這就是分页功能 大多數用戶 但是他們通常喜歡在 數據投資表中 聚合數據 這可以在右側完成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這些篩選器 列車的信和數字字段來聚合 數據投資表 如你所見我們這裡有更多的選項卡 我們有一個 Excel上傳 即Excel上傳 你可以創建自己的數據 你可以直接在Excel中 創建自己的布局 然後將他們上傳為布局模板 接著 我們這裡有共享選項 這可以讓模板 對不同用戶可用 然後在最後一張表格中 我們可以派出 參數 比如說 你可以創建一個 資包含 建化 參數列表的模板 這樣輸入 參數就更簡單 和快速了 那我們先從 數據投資布局開始吧 這樣 讓我們會從金額信息 過濾所有金額數據 我們之後也得用 定步德國 如資端 快速找到列名 那麼我們把貨幣添加到列中 然後這裡用的方法和在 Excel中一樣 使用資端 列車型和數字 然後輸出文件中會有一個 額外的 數據投資表 所以第1頁是詳細數據 第2頁是數據的投資 然後這裡是詳細數據 這裡是投資表 然後現在你可以在 Excel中進行額外的修改 然後使用整個文件作為布局模板 例如你可以把 貨幣插入為一個切片期 這樣一來讓它 更具互動性 好的 然後我們可以插入一個冰圖來顯示金額 我們這樣做 我們還可以插入一個 額外的 數據投資表 這只是個例子 我們基本可以使用任何時機的標準功能 然後將其上傳為模板 報告將技術改布局 讓我給你演示一下怎麼做 你可以比如說 我想查看所有客戶的 位階款項 並安從達到小的順序顯示最大的客戶 就這樣 我們還可以插入 比如說 改變顏色 並插入一個公司標誌 在數據表上 我們還可以進行修改 我們還可以進行修改 比如我們可以為 數據添加條件格式 或者改變樣式 假設我們想要反過來的數字 用不同的字體 類似這樣 你還可以在數據的定步插入 額外的形 然後在哪裡添加一個功能 也比如你可以添加一個消極功能 匯總理目前 一過路的 發票金額 好的時候 現在假設我們想保存這個 布局模板 文件在我筆記本的下載文件家裡 所以我把它保存在下載文件家裡 在模板上 像我們有這個 Excel上傳功能 布局上傳的工作方式是你選擇 包含所有 數據的Blitz報告 然後它就像這樣附加到模板上 一旦你附上了 布局模板 下次呢 再次運行報告是 讓我們 以不同的參數運行它 比如將日期 改為2009年 而不是2024年 然後 輸出文件就會 以完全 相同的布局打開 但數據是新的 你看布局是一樣的 但我們有不同的數據 而且在數據標上 我們現在又來自2009年的日期 因此 數據刷新了 但所有的布局保持 完全相同 這就是模板上傳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當我們上傳這個 Excel模板是 你可能會注意到 這用於選擇列的尖頭 檢視灰色的 並且 這裡的投資表也是灰色的 這一位置你可以選擇 上傳的布局模板 或者你可以從 表單中 選擇列 所以你也可以移出模板 然後你會看到列選擇 和投資表再次開放 但我們再次上傳它 因為我們希望保留它 就是這個 現在又上傳了 假設我們希望現在講 這個布局模板提供給 其他用戶使用 那我們需要 添加共享功能 因為模仁情況下 模板竟對 創建它的用戶可見 所以他們是所有者 只有他們可以看到 核修改模板 但現在我們 以 ngenetic 身份 等路所以我們可以比如在 站點級別共享模板 這意味著我們 與系統中的每個人共享它 但這是對所有擁有 報告訪問權限的人來說如此 所以安全概念使用戶需要訪問報告 因為這就是有有開發權限的人 定義的數據安全 但是用戶可以創建 自己的布局模板 並與 其他用戶分享 我們也來改個名字吧 我們就叫它dash吧 然後像次那樣的例子讓它更有意義 還有一點 我在這裡有邊 提到你有一個 參數選項卡 如果你有一場傳參數 比如你從不安客戶變好運行的話 你可以刪除這些參數 把這些參數只針對模板 讓我們假設我們也不喜歡類型和銷售人員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也許日期我們也不需要高日期的日期 所以你可以創建你簡化的參數 選擇列表 這也可能有用 我們回到這個 編集模板介面 現在模板與其他用戶共享了 其他用戶可以訪問模板 但不能修改 因為他們不是擁有者 假設這種情況下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模板 為此我們可以在這裡雙擊模板名稱 然後選擇一個不同的模板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擁有者 這個圖表 假設我們也想 修改這個模板 所以我們可以在菜單上面 複製它 用這個功能複製模板 然後我們就 成為了副本的擁有者 可以修改它 這就是共享功能和複製模板的用法 第三還有 還有一個選項 現在我們已經創建了兩個模板 讓我回到列表 我們已經創建了一個 副本和一個 我們的意表盤勢力 這就是我們剛剛創建的兩個模板 假設你想再次移出模板 你可以去編輯模板 在哪裡簡單的 讓我們刪除這個副本 你可以選擇副本 然後在模板名稱指段是 奠記這個刪除圖表 然後保存 這樣模板就被移出了 你也可以使用Ctrl FC 搜索以循環瀏覽 所有模板 查看他們的內容 所以這是可信的 如果你想 創建一個新模板 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進行 你可以從這個屏幕 直接點擊這裡的 新加號來做到這點 這樣您就有了一個 新模板 您可能會注意到 我現在已經創建了這個新模板 但是名稱是灰色的 所以我們還不能保存它 這裡的按鈕顯示的是 益處和關閉 原因是我們還沒有進行 任何修改 這個意思是 如果你沒有修改任何東西 就沒有理由保存模板 因為那樣的話 因為那樣的話 布局會跟沒用模板 運行師是一樣的 所以呢 為了保存模板 我們至少需要更改一個顏色 然後呢 你會看到模板 名稱是可以編輯的 我們可以把它 成為到測試模板 像這樣 所以呢 這是一種 創建新模板的方法 另一種方法是 直接在這裡 清除模板名稱 然後推出 然後您會再次看到 新模板按鈕 這樣您就又回到 有一個新模板的屏幕了 這就是創建新模板的方法 還有一個 關於模板的功能 我還沒暫時 那就是保存模板模人 參數之的可能性 這是通過 這個菜單操作的 假設我們想回到我們的 儀表版例子 那並且想讓他 總是只為最大客戶運行 讓我們先用所有數據運行一次 所以這是我們的例子 假設我們 想讓他 總是只為大客戶運行 那麼我們可以先 複製參數值 這裡的客戶名 在客戶名稱之端中 使用多指功能 現在報告之為這些客戶運行了 我們來看一下 輸出文件 好了 像這樣 假設我們想把這些 參數值 保存 微模板的 墨人參數值 墨人參數值 可以在這個操作 彩蛋中 做到這一點 然後點擊保存 模板 參數模人值 因為這一位 每次我們選擇這個模板是 也可以中名名為 進行大客戶 大客戶專用 每當我們選擇一個模板是他會自動默人這些參數值 所以我們可以去 消下詞選擇 進行大客戶模板 你會看到他有這些字 這就是關於這些模板在 Blitz with Pods 中 如何工作的快速介紹 感謝收看